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读诵者 新音 入象区有把锚盖头 也指成个知解宗图 入象区有把锚盖头 锚盖头即锚棚 从现象的角度来讲 六祖这句话指的是 以后你自己在锚棚进修 很多出家人刚开始都待在道场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他可能出去自修 独修 像广亲老和尚 出家几年后 就去后山去闭关了 从含义来讲 所谓锚盖头 即是头上安头 心越来越复杂 好像把茅草盖在头上 你本来就有世间的知识 有世间的烦恼和问题 自从你学了佛法 又增加了一层知识 你把知识放在脑袋中 以知识滚知识 学佛法 是要你放下更多 但是你却不懂 你不但没有放下以前所背负的 还把佛法的也背了起来 以前未学佛法时 你执着的只是世间法 学了佛法之后 你不但执着世间法 也执着佛法 我为什么要学佛法呢 佛法是要 是用来治你的病的 仅此而已 比如 你的烦恼如同木柴 而佛法就像一把火 当火烧到木柴之后 能锁双亡 木柴跟火就会同时消失 而不是说 本来有木头 现在又有了火 左手拿着木柴 右手拿着火 你的手不会酸吗 但是很多研究经教的人 大概都会掉入这个陷阱 六祖告诫神会 如果你这样理解佛法 纵使你实修硬工 学到最后 也只会变成一个知解宗徒 即只能停留在理论上 而不能见性 这样的人现今也不少 尤其是在家居室 有很多的居室 研究佛法比出家人还深还多 居室与出家人有什么差别呢 出家人之中也有知解宗徒 只是他敢出家 而出家居室却不敢 不管出家人修得怎么样 他在某方面胜过你 只是你不知道 无论你是在家人还是出家人 都不要把佛法变成头上安头的东西 你不要懂很多 但是一件事情都不会做 或者烦恼连一分也没有减少 懂那么多 其实你就是不懂 你懂的只是一种知识 他对你的人生 生命并没有帮助 甚至你用错了 他反而会障碍你 传心法要曰 我此禅宗 从上相 成上 成以上 不曾教人学知学解 知云学道 禅门就是这样教的 禅师不太鼓励你们看经典 因为害怕你们变成知解宗徒 害怕你们在文字上打转 害怕你们变成知识帐 害怕你们不解如来真实义 害怕你们绕一圈 你的心 你直接看 何必绕一圈再回来看心呢 何必要读完经 律 论 再来看你的心呢 一切经论讲的皆是你的心 禅师大慈大悲 不希望你这样绕 你会绕回来还好 一般人绕出去就走错路了 绕出去不是绕不回来 就是找不到路而走到旁门 有的人刚开始学中国佛教 学一学险教之后就去学密教 学密教不久又转而学南传 就是找不到路 或者有的人开始学经典 刚开始听的是地藏经 药师经或弥陀经 之后有人教他听其他道理 讲得更明白的经 于是他又接着去读 棱岩经 法华经 棱茄经 华岩经 读了之后他不能悟道 又有人告诉他 你就读金刚经和六祖弹经就好 他于是直接去读 依旧不能悟道 因为很少有人直接跟他讲 学佛要学什么 文后思维 你是不是理论胜于行动呢 心平和老持戒 行职和用修缠 感恩六祖会能大事开示 感恩达官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